台北东区最迷人的地方呢 不是在大马路的百货商店街 而是像在迷宫一般的巷弄里面 这里结合饮食 流行时尚消费文化 暗图所记会让人发现 台北东区不一样 越来越有意思了 七彩的棒棒糖 旋转的风铃 旁客头的星星王子 这个角落勾勒的是 每个人小时候对童话故事的甜美小匠 有机的蔬果 未经员工的木椅 简单朴实的餐具 这个角落创造的是 忙乱步调中单纯的憧憬 剪刀烦恼 书顺思绪 天花板体现千种风情 瓶瓶罐罐重组出的美 这个角落 垂涎出从头改变自己的态度 要遵循无限可能 这些有趣的店家都是在灯区的巷弄里头 穿梭期间柳暗花明有一村 面试大加正气却不当老师 Grace建构属于自己的甜点书香餐饮王国 四家店通通都选在灯区巷弄里头 看见了灯区巷弄的多元 一头利落短发四十多岁的Grace 在这里开了四家风格完全不同的店 能能书香国度 卖不流行的书 卖的不只是书 而跟一般反其道而行的Grace 还在灯区的隔壁巷子里头 搭起另外一个梦 我们就用了一些帐篷 其实很像那个公主里面的 公主里面的那个帐篷一样 就是你的卧室里面的那种Tank 然后觉得很好玩 然后坐在里面 觉得自己像个小公主 皇后 像是进入童话世界一样 粉红色的浪漫 水晶灯的璀璨 Grace用童心建构了甜点皇国 东区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什么样的店都有 那我们的好样的整个的系统 也是一样 什么样子的店 什么样的餐厅都有 Grace的第一家店 开的就是欧式餐厅 现在听起来不稀奇 不过在十几年前的当年 可不一样 十几年前接受这种 欧式的这种餐饮的不多 很少 现在很多了嘛 就已经不足为奇了 第三年就是这家店 其实生意也没有太好 因为刚开始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这条巷子很偏僻 那大部分都在前面几条巷子歪 从一开始的辛苦 最后变成了自家店的老板娘 Grace说在东区 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走不掉了 东区的 因为区域性比较紧密嘛 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急躁一点 那你在开店的过程 你就会比较碰到多一点 互相很急躁的事情 那你就不需要缓和这些 大家的急躁 急躁的情绪 就用这些艺术品来抚平 五颜六色 鸦片的宝特瓶罐 还有将近千张的造型罩 挂在一进来的柜台 你很难不注意这些东西 这里不是博物馆 而是在东区的法廊 老板就是他 邓爸 不只亲切跟员工打招呼 还亲自操刀来自有造型 五十几岁的邓爸 可是从小在东区长大 以前的感觉就 就还留在稻田 比较纯朴一点 那现在不是不纯朴 现在是很聚集 活动很跨 那消费的样式很多 就是应该不只是东区 东区变了吧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假 都变了 蛮好的 这样会暴露连宁吗 我在东区住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是 稻田啊 住家 连百合公司都没有 现在什么都有 连开四家美法店 加起来总共六百坪的空间 统统都选在东区 他说因为这边会更有登陆 因为有客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多提供一点 正好 只是有钱人的地方 名牌的地方 OK 购物的地方而已 我觉得东区不是 东区的巷弄之间也很好玩的 你刚刚说到解释一下 我们这些巷子里面 也很好玩的地方 然后慢慢慢慢 我相信台北市越来越重视 会越来越有趣 越来越有趣 所以说东区会产生他自己的生命 那我觉得东区他会慢慢慢慢 走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在这里面 它不是单纯的只是 只是必需品的地方 它是一个 一个生命 是一个 一个一个 更 更 都会区 一些一些新兴的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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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发展会在这边慢慢慢慢发生 是一个比较 比较因为是新区 最近才发生的 二三十年才发生的 往东区移动 它这个新的一个区域 它缺少一些文化的因素在这里面 比较抽象的 现代的 很多想象的 不是那么样子的 局数的 吃进肚子里头的 也要是最健康的 竹萍也开了纯净食物店 标榜都是最天然的食材 对不起 我来检查你们吃什么 因为我很骇驶这个 OK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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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很好很好很好 今天谁做这个菜 今天厨师呢 厨师 厨师来厨师来 哇不错 烧饼 有青菜 OK 这个是你面包用 OK 哇这个汤很健康 在竹萍店里头工作的员工 做东西给客人吃之前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先做东西给自己吃 我说NO 你今天我们有个餐厅 要坐下 好好地坐在那边 大家都停下来 有餐盘 好好吃一个正式的晚餐 改变自己 改变像NOM 曾经到美国 念药学系的朱萍 代理有机美法事业 在这里 他推广的是一种艺术 融于生活的趣味 还有纯净的生活态度 无论是专卖不流行的书店 还是最简单的餐厅 甚至是最颠覆想象的艺术美法 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风格 在东区校弄 和谐的交错融合 二三十年前 因为百货而集结而成的商圈 东区曾经是台北最时尚 最流行的代名子 二十年后的现在 历经了信誉区百货群企争霸的竞争压力 东区蜕变了 或许暗图所记 你也能在东区的校园里头 找到属于你的梦想跟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